亲爱是泰国的第二大城市 是泰国的古都 南华在这里四处可见 就如同在泰国的每一个城市 泰国南华年产量是问吨计算 超过四万千吨 国内消费约占一万 大多用来供奉神佛 剩下的一半出口 在全球市场上 泰国的南华出口量位居第一 泰国因此每年有25亿泰铢的外汇收入 不过说了奇怪 泰国的国华并非南华 而是金莲华 但在网络上人们喜欢乱说 包括百度百科之类的 说是 碎年 真是笑话 其实你只要稍微用脑子这么一想就明白了 泰国泰皇的黄旗是金黄色 与金莲华的颜色差不多 那就是要个象征 就如同中国古代的皇帝 也是将黄色蜡为专属 百姓还不能用 金莲华与兰华不同 每年开花的季节大约在四月前后 南华在泰国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有的 资料说南华是开花植物中最大最具多样性的科 约有七百三十六十五和二万八千种 还有另外十万多个原油家 培养的交配种和变种 所以实际上估计没有人能够认识所有的兰华 在中国大陆 曾经把兰华作为绿色股票 就像中国所有的东西一样 高雅的都会被贴上死人头的标签 于是乎 几片叶子一盆土几品兰草 升价台湾 不过这是传统文化被毁灭的恶果 事实上在古代兰华市的四君子之一 称宋诸梅兰 唐宋八大家之一韩裕在幽兰超 以诗开头四句说 兰之一洋洋奇想 不彩而配 与兰和尚 而兰唐无可有诗说 蓝色皆春光 奔云眼中方 过门皆露夜 寻则静年香 中国人喜欢兰花的油香 所以许多古事中都有兰花鲜香的韵味 跟泰国的兰花则不同 大多并无香味 且都是阔叶大花会兰 也不像中国的兰草 细叶不知谁才出 我们在刘存的国画中 见着的兰花娇媚 寓意着潜潜君子 泰国人很粗犯 也算豪放 所以不妨说花无其微 当然话说回来 其实是与自然定义 无关系 泰国是热的国家 自然不会生长出耐寒的蓝草 而泰国的兰花是不禁风雨的 从这个层面上说 也潜移默化了民族品格 在这个崇尚善良的国家 全民幸福 国也赐予最娇艳美丽的兰花 让人们游花献火 在新内随处可见兰花 在民居 餐厅 酒店 甚至街边 都能见到 绽放的兰花 在这里出售的兰花价格 逼得你会以为在做梦 付出几十元人民币 你得到的是花期超过两个月的兰花 就像我买回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